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昨天8月26日 中央裁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参加新闻发布会 再次解释了会议精神 说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 不搞杀富济贫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次分配要基于自愿基础 不强制 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 所以要理解这次调整政策的意图 我们还是要综合看以往的文件和实践 2019年 19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了第三次分配 2020年 5中全会再次提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展慈善事业 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当时的民众部副部长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读 原文是 在处理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要讲两点论 既要讲发展为了人民 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也要讲实事求是 不能脱离实际 做难以兑现的承诺 实践证明 离开了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个基础 居民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就不可持续 这次中央财经会议先提三次分配 再给了一个补充解释 强调共同奋斗 实际上是在重复以往的政策 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要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提高劳动生产率 做大一次分配的蛋糕 同时再加大税收设保这些二次分配的力度 房产税要早一点来 遗产税可以开始讨论了 医保养老保险要照顾覆盖真正的穷人 而不是用来保持中上阶层的社会地位 这才是中央财经委说的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以效率为中心 以税收为主要调节方式 这样的共同富裕有成功案例吗 从历史上看 可以说所有值得效仿的发达国家都是走的这条路 北师大2017年的研究报告显示 欧盟18个老牌发达国家 如果只按市场收入计算 基尼系数平均是0.443 明显平高 考虑到他们的人口只相当于我们一个省 基尼指数上叠加的地域差距比较小 0.443的基尼指数就更高了 但是经过合理的税收和社会保障措施调节 欧盟发达国家的平均基尼指数降到了0.29 回到了合理范围 只看初步分配范围的话 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和老欧盟差不太多 这对一个低域差距很大的国家来说不算难看 问题在于 经过税收调节之后 基尼系数中国只下降了12% 仍然在0.4以上 这才是普通人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另外 税前消息315期也刚刚提过 中国大陆的税负比例略低于美国 明显低于欧盟国家 看中美欧的基尼指数 恰恰是美国最高 中国其次 欧盟最低 正相关的关系非常显著 所以要解决收入差距 首先要提高普通人的劳动生产率 其次是合理落实税收和社保 慈善只能算是补充 现在自媒体认为 改变分配的重点要转入军贫富上 实际上是把社会财富主要离开成消费品 忽视了投资的地位 其实并不能带来持续的进步 老观众可能记得 304期节目是一期不谈时事的特别节目 专门解析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历史文件《共产党宣言》 里面我引用了这样一段原文 因此把资本变成公共的 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 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社会财产 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 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我当时的原文的解读是 资本要体现为全社会的财产 改变的只是阶级性质 并不改变它的经济性质 就算没了资本主义 我们依然要解决投资问题 要让投资发挥效益 并不是说把资本家的财产分给每个人 生活就瞬间变好了 另一期我还有一段话 军贫富的自媒体 今天中国互联网时说起共产主义 最常见的关键词是讲分配 但是共产党宣言其实只有一处提到了分配两个字 而且是在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时候提到的 这因为这共产党宣言用很短的篇幅教你谈分配 核心问题是谈占友 分配的目标是消费品对应超市货架上的东西 占友对应社会的全部财富 主要对应卡车机器技术专利这些生产工具 如果只谈分配 无产阶级不可能掌握未来也就做不到前面提到的现在支配过去 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的设想 如果现在真正做到了全部资产阶级的财富分配到普通人 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会不会是年有大幅度的增长 我猜应该有一些提升 比如说控制房租给普通人住 高级自住餐厅浪费的东西拿出来给穷人 挖矿的显卡分给大家玩游戏 都能提高一些总体幸福感 但这部分消费品真的不太多 因为资本家大多数财富并不是额外占有的消费品 而是投资品 普通人能够每天拿到的消费品 受限于消费品工业的产值 不会因为消除资本家 就大幅度增加每个人的分配额 在找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资本增值工具之前 我们还是要尊重目前资本自发竞争而形成的组织形态 中国媒体现在批判西方社会 主要的批判落在美国身上 和欧盟相比 美国的财富分配收入差距要大得多 矛盾要尖利得多 但即使比较下层的美国居民 只要有一份工作 还是能够保证丰富的食品和私人汽车 其中的原因非常明显 美国2020年人均GDP超过6.3万美元 是人口4000万以上经济体中 唯一人均排在世界人均前十的国家 中国去年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 略低于全球的平均数 按照通胀换算购买力 大约只相当于1968年 首次东京奥运会之后的日本 1968年的日本 刚刚执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整体的国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彻底摆脱了贫困 进入了小康阶段 但仍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 占绝对优势的社会 又经过了十几年发育 进入了80年代 才有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 从这些先例来看 中国想要实现14亿人的共同富裕 仍然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 而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 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刺激创新机制 如果我们希望普通人有稳定的高收入 至少现在还要靠高质量发展 还不是强调慈善和均贫富的阶段 那么接下来几十年 高质量发展在中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很多 但是表现非常清楚 就是能够提供更多的高薪岗位 让企业和个人缴更多的税 至于说实现的方式 所有人都知道产业升级创新发展 更复杂 有更多技术含量的产业 一定会对应更多的高薪岗位 同时还能够提高 无法外包到国外的那些服务业收入 让低技术的劳动力也分享到好处 比如说纽约卖披萨的店员 工作无法被第三世界的劳动力直接取代 就算是同样的工作 也可以拿到穷国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资 2009年 麻省力医工学院有学者发表了 经济复杂性指数研究 用产品的空间距离 描绘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 从这个模型来看 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的产业门类最全 但是经济复杂性仍然处于中流位置 停下来一定会被超越 想进步一定要产业升级 最近20年全球财富新增量 一半以上集中在互联网行业 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的巨型企业 也基本上和互联网行业相关 虽然有人总是指责 互联网行业的财富太虚 但只要你在互联网平台出现之前 体会过出租车和街边的小饭店 在服装市场和小贩砍过价 买到过无法退换的假货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想通互联网大企业 给社会制造了多少实体财富 这些财富增量集中体现为大企业的资产 但是普通人和小企业也普遍得到了好处 2010年代之后 杭州频繁冲击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地位 原因不只是阿里带来的总部经济 还有浙江全国数量低的销售额千万淘宝村 互联网过去20年打造的生态平台 是中国经济现在最有利的本钱 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 只有中国有完整的本土互联网IT产业链 在软件和硬件各分支上都有头部企业 而欧洲是全球打击互联网最严厉的地区 原因就是因为欧洲自己没有 所以中国能够拥有本土化的互联网平台 在国际竞争中是明显优势 在内部来说也有巨大的潜力 去带动中小企业和普通人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了潜力不等于实际的行动 互联网平台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管 就会为了眼前利益搞封闭化的企业生态 不允许别人一起赚钱 所以从国家视角来看 除了自身的生产率和纳税数量 评价一个企业的好坏 最重要的标准不是捐款数字 而是能否构造更进步的经济生态 能否拉动小企业和普通人共同富裕 比如说提到阿里集团 普通人可能首先会想到淘宝天猫支付宝 但是它最早也最核心的业务 是B2B平台1688 用互联网来连接企业的供应链 让过去看不到产业全貌的小企业 找到自己的定位 逐步消发批发零售之间的成本差异 今年这个1688还在持续搞产业代数字化发展计划 这或许会让一些批发商退出市场 但是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成本都因此降低 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国际竞争力 中国人因此能够赚到钱 也能够花更多的钱 大企业开放平台 开放生态 每多催行一家独找售企业 就意味着成千上百新的百万年新职位 每新制造一个产业 就有可能让几百万人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与其天天盯着头部平台的捐款注资 给他们分发社会地位 不如关注他们的企业生态下 还有多少人跟着赚钱 反过来说 如果因为某个大企业捐了三亿五亿 在某场灾难之后上了爱心榜 就热泪盈眶下单暴买 赋予企业过高的道德地位 甚至影响了监管力度 这对国家甚至对于企业自己来说都未必是好消息 最后我们可以看向韩国的例子 韩国又以财阀的代表 三星家族继承人李在荣 本周出于假释 这既是左翼文在寅势力对现实的让步 也说明三星财阀和右翼势力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出狱之后 李在荣为了表示对左翼政府的感谢 主要的操作不是捐款 也不是上缴资产 而是宣布增加2000亿美元的投资 创造4万个就业岗位 这虽然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但是也说明 偏左翼的工业国政权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富裕 说起韩国的话题 三星集团投入2000多亿美元 新增4万个岗位 平均一个岗位对应的投资超过了500万美元 这对于一个工业国来说 代价也有点太大了吧 三星集团不只公布了投资总额 还公布了投资的具体内容 它的总投资换算成韩元是240万亿 其中171万亿 超过70%的投资用于芯片领域 用于保证韩国在该领域 尤其是存储芯片领域的绝对优势 新增的4万人 基本上都是面向研发的三星正式员工 目前三星初级员工的年收入 差不多是7000万韩元 40万人民币 创造这样一个岗位 500万美元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也勉强可以理解 另外如果新增的是低端就业 对于现在的韩国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 去年韩国的新出生人口27.2万 同期死亡30万 已经正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韩国的外籍劳工已经超过100万 还以每年5、6万人的速度增加 韩国当前最大的问题 早已不再是扩大就业岗位 而是维持劳动力规模 增加高端就业的比例 另外韩国年轻劳动力紧张 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占用的年轻人太多 韩军现有总兵力大约60万 其中义务兵42万 靠两年服役期来维持 这意味着每年必须有21万男性年轻人出生 才能在理论上填满军队 而2000年到2002年 韩国出生男性从32万暴跌到24万 需要把85%以上的年轻男性 都拉进军队服役两年 才能基本保持平衡 这样的韩国当然不会考虑增加普通就业岗位 韩国的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 出生人口也不是很乐观 但是义务兵人数这么多 是为了维持威慑战斗力吗 恰恰相反 庞大的义务兵数点和对应楼落后装备 是韩国作战能力的累赘 现在的韩国陆军一共38个石 其中12个乡土防卫石 5个步兵动员石 加起了17个石 占据了陆军44%的70级编制 乡土11年运营费有1200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6亿多 除去军官和士官的工资 平均每个义务兵士兵 每年投入还不到4万人民币 这里对比一下三星初级员工 一年工资40万 可以想象韩国这些非一线部队的训练水平 肯定是以步兵为主 坐着民用卡车搞点射精训练 就把钱花完了 这换到二战水平的机械化战争 都只能算是凑数的单位 而对面的朝鲜军队 好歹也是冷战早期水平的军队 这种韩国义务兵 除了占用大量的你青年劳动力之外 真打起仗来没有啥用 多他不会赢 少他也不会输 韩国的人口都快不够用了 为什么还要维持42万人的义务兵编制呢 韩国超额争兵 公开的理由当然主要是防备朝鲜人民军南下 这在冷战期间是有一点道理的 当时朝鲜的国力不比韩国差 背后有苏联支持 维持100万上下的军队 难免当然也要有几十万部队来顶住 万一双方重新进入长期交火状态 这些二线师团可以做合格的补充兵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朝鲜经济停滞多年 名利上还有90万军队 但后方部队基本上已经成为军囤农肯机构 最乐观的估计 朝鲜全训的战斗部队只有三八线上二十多个师 再加上平阳本身的位数部队 绝对数量绝对不会超过30万 整体装备落后于南方一带以上 而且缺油缺弹药 实际的训练水平也很差 如果不考虑核武器的话 韩国一线部队在野战中完全碾压对手 就算考虑了核武器 首先朝鲜未必有那么强的战术核武器制造和发射能力 其次 在核武器面前 训练不足的轻步兵是最没有用的兵种 这些师还是没有什么用 所以韩国军方坚持要用实际上的全民义务兵一致填满60万军队 战略上的考虑 恐怕首先还是为了接管北方 他们心里时刻想着北方忽然失去大国之势 全面崩溃 所以要有足够的轻步兵在每一条北方街道上巡逻 但是三八线局势稳定了这么多年 所谓接管北方已经是一个遥不可及 甚至韩国国民自己都未必愿意去完成的目标 在军队之外 韩国全社会一致看重义务兵役 核心原因可能是财阀制造的社会阶层差异实在太大了 普遍兵役制是极少数所有家庭都能享受到的平等待遇 以至于已经成了国民机翼和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在代际之间 上一代人觉得自己的军营里面吃过苦 受过虐待 下一代年轻人也必须去经历同样的两年 才算是长大 所以韩国始终以中国一个省的人口 强行支撑了一支规模超过解放军四分之一的军队 但是无论文化上有多保守 数学规律是无法违抗的 韩国中央日报自己预测过 每年达到服役年龄的男性人口 会快速下滑到15万左右 实际上2020年韩国只出生了27.5万人 这意味着全民服役也只能保证20多万的义务兵 韩国必须裁军 同时必须把部队转型为领工资的志愿兵为主的职业军队 这是韩国唯一的选择 第317期节目 我们最后提到了中国的新兵役法 中国大陆现在14亿人口 每年出生1200万人 现在都要实行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兵役制 而出境类似于韩国的台湾伪政权 去年也用志愿兵役制全面替代了义务兵役制 这说明在高技术战争背景下 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社会 只能选择十二经的志愿兵役制 这是大势所需 兵役制度的问题 看似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 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 和本期前面说的收入分配问题有相似之处 一五兵的训练时间短 用不好高科技装备 不发工资 只拿一点点津贴 在就业方面显然属于低技术低工资的劳动力 他们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越来越低 甚至连性价比也远远低于职业军队了 这说明军人必须技术化 提高单个士兵的作战效率 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人均的收入 军队和社会都要基于依次分配来高改革 好 感谢各位收看 319期事先消息到此结束 我们周日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